什么情况下要做公腔镜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杨瑶华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妇科主人医师 公腔镜的检查 主要是我们病人 不规则的阴道流血 我们的B超检测 内膜增厚的病人 我们就可以做公腔镜的一个检查 如果我们的纵格的病人 是需要做公腔镜的检查 我们不用症的病人 也可以做公腔镜的检查 我们黏膜下肌瘤的病人 也是可以做公腔镜的检查 不规则阴道出血的病人 也是可以做公腔镜检查 我们斑横妊娠 斑横西食手术 都可以做公腔镜检查 公腔镜检查 在临床上非常的普遍 应用的也非常的广泛 近几年来 公腔镜手术呢 开展的是如火如荼 所以呢 在治疗方面呢 而且呢 都已经掌握了他的指针 手术呢 也在不断的完善 而且呢 也非常的一个成熟的手术 在我们各个医院里面 可能都有公腔镜的检查 和公腔镜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操作 所以这个公腔镜呢 是我们临床医生 妇产科医生 不可缺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技巧 那就是二十人们智能 kald持的线 我们在这儿 就是一天的产品 我们在澈日子 嗯 给它